我们装好镜头之后 注意清洁装好镜头 这个是2470的 电源打开 一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模式叫做 AI模式 IA模式 IA模式呢 我们这个用途是说 让你可以 傻瓜的作业 它就是全部都全面自动的 拍照它是拍照的比例 录影是录影的比例 全部都是人工智慧 没有需要动到脑的地方 就是IA 录影 如果不想动脑的话就是这样搞 好 对焦看一下上面 上面那边有写个AFS 叫做单次对焦 C AFC连续对焦 它就一直对 它就一直对 好AFS 对好这次焦距 它也是会对 它也是会对 反正呢 用法不同就对了 AFS在定点的情形之下 选好之后 它就是这个焦距固定在这边 在做访问的时候用 它是单次的 那连续对焦呢 你就是前前后后呢 它的焦呢 会跟着走 会跟着走来走去 那再来MF 手动对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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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先了解一下 初步最简单的设置 IA 录影拍照都OK 对焦方式注意 手动访问的 没有太多焦距要变的话 手动MF 连续动作的 就是跑来跑去的 焦跑来跑去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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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焦跑来跑 后面 随时都有焦 连续的 三次对焦 对一次它就不对了 好 就是这样子 但是 你要去变动它 必须要再按一次 它又去对了 再摸一次 再就去对了 各位看一下 单次对焦的用法是这样 你指定它用触控的 很准确 再来它是散热很棒 它主动是散热 不会热当机 再来它出现的皮肤颜色 非常的漂亮 皮肤白白的 白净亮丽 皮肤白净亮丽 不用后置 脸不会绿绿 白平衡也很准确 好 然后 使用这套装备 一开始 亮度的部分 不太适应 这个叫EV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滚轮左右走 太亮太暗呢 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做决定 基本上 你拿到这套装备 开了IA之后 你只要管亮度 在萤幕当中所产生的曝光 会不会过亮或过暗的问题 掌握住这件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电脑了 拍照录影同时实现 那我们如果说发现 我们不希望这个比例怪怪的 我们把拍照的比例改一下 在这边 由3比2 改成16比9 那风格的部分呢 我们标准单摄 标准单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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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常是选择标准 好 那么这样子就搞定了 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架构 我们的FuHD 最简单最初始的一个格式 好拍照 录影 都趋于一致 好拍照录影都趋于一致 就用这个IA 好谢谢